在大航天时代,人类的足迹遍布太阳系,航天人开发出超能体,通过远程控制的第二身体,孩子们也能完全地探索宇宙,这就是航天双子星计划。 三、七、六、六。 这个数值,你们或许可以去宇宙。 幼稚,幼稚,等等。 您是航天专家,祈愿是。 是我,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航天专家需要孩子们的帮助,大宇小小很好奇。 欢迎来到我的实验室。 这里没有火箭,又没有飞船,难道你是骗我们的? 不不不,听我说,进入宇宙有三个办法。 一、人亲自去宇宙。 第二,让人工智能机器人代替人去宇宙。 我研究的是第三种。 第三种? 大宇宙,站上这个控制台。 他和我在做一样的动作。 这就是第三种,通过超能体操控它的行动。 既然已经实验成功,为什么还需要孩子们的帮助呢? 因为成年人做不到,量子超能体对于脑部的活跃程度要求很苛刻。 所以我希望孩子们来试试。 我超级活跃! 那么,就让我们开始量子连线吧。 一切正好,连线正好,信号表示完毕。 大宇,想象自己已经进入宇宙。 进入宇宙,进入宇宙。 百分之百,百分之九十。 百分之百? 一切正好,请进入宇宙。 一切正好,请进入宇宙。 二切夺王币。 一切正好,请进入宇宙。 一切正好。 现在,让我们试试仓外活动。 进入宇宙。 我飘进来了,停不下来,我停不下来了。 这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生存的地球。 我们真的生活在一个球上呀。 看来实验很成功。 真是太好了。 太好了。 那是什么? 警报,警报,信号日常。 一股太阳磁暴干扰了信号。 大鱼,集中精神。 交给我吧。 权力连线。 信号日常,信号日常。 奇怪,信号明明很强,为什么连不上啊? 一场意外,让测试陷入了危机。 为了找到原因,院士让孩子们先离开了实验室。 我做错了什么吗? 科学实验就是这样,不是每次都成功。 我们先回家吧。 我感觉自己没有失败啊。 妈妈。 小小。 哥哥没有失败,他连到更远的地方去了。 难以置信,小小说的是真的。 为了测试操控范围,我们在太阳系设置了许多基地。 大鱼在加强了连接信号之后,直接连到了火星基地。 小小,你愿意和哥哥一起连线吗? 想去吗? 大鱼,大鱼,小小,这次用你们最强的感觉去连线吧。 试试。 免地连线完成! 月球连线成功 火星连线成功 想象星大 木星 土星 连线成功 谁也没料到 小小大雨的同步信号 覆盖了整个太阳系 简直不可思议 我 我的心脏都快烧不了了 孩子总能给人惊喜 不是吗 在宇宙中移动好难啊 要是我像火箭一样就好了 火箭你进去吃饭 小小 我们去找爸爸 找爸爸 找爸爸 卫星定位开始 找到了 在这里 小小 那我们出发吧 大雨 小小 这可不是你们的玩具 没关系 没关系 大雨小小 现在我正式邀请你们加入航天双子星计划 我很关系 你们说了不算 要我答应才行 妈妈 好吧 我也要我答应 这就是航天双子星计划的第一天 大雨小小的大雨小小 开启 大雨小小 开启了对无尽宇宙的探索 孩子们 出发 开启了对无尽宇宙的探索 在大航天时代 人类的足迹遍布太阳系 航天人开发出超能体 通过远程控制的第二身体 孩子们也能完全地探索 这就是航天双子星计划 在太阳系中 有一个叫小行星带的地方 这里乱糟糟的飘着很多石头 爸爸爸爸 你要注意安全哦 放心 我们都很警惕 警惕得都快睡不好觉了 孩子们希望爸爸安全 可是意外总是这么突然 爸爸 大雨呼叫蓝金号 大雨呼叫蓝金号 信号中断 尝试重新运营 不得吧 大雨小小 请求超能体连线 请求通过目标救援 连线位置 下行期待地标准车 电子连线开启 大雨 试别完毕 大雨 试别完毕 小小试别完毕 超能体 启动 超能体 启动 超能体 启动 这样子连线完成 大雨小小 躲开这些小行星 寻找着蓝金号 好在蓝金号很结实 爸爸很安全 放心 我们没事 真是太好了 真是太好了 都怪你们 真讨厌 大雨觉得 这些小行星很碍事 于是决定 把他们排成一排 现在干净多了 哥哥真厉害 快跑 排列好的小行星被其他运行的小行星撞到 这下乱套了 看我的 现在轮到小小 现在轮到小小 施展她的能力了 卫星小苗 太多了 麻烦一个接一个 不躲开的话 就糟糕了 爸爸 你们两个小家伙 不好 闯祸了 闯祸了 孩子们担心爸爸的责备 不过 你们两个做得不错 我们这次来的任务 就是为了让小行星带 变得更加有秩序 谁知道你们抢在我们前面 做了两种尝试 大鱼让小行星排队 小小通过扫描躲开他们 可是我们都失败了 正是因为你们的探索 我们有了新主意 把这些追踪器放到小行星上 这样我们就能定位他们 那就不会碰到大土豆了 大土豆 还真像 失败孕育着成功 大鱼和小小 与蓝金浩一起努力 尝试着新的办法 现在看我的吧 一个 两个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再看我最后一个 别跑 好 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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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 他去哪儿呢 哥哥 我们找到一个宝贝 我们给爸爸搬过去吧 嗯 爸爸肯定会很开心的 大鱼小小推着这颗新有的小行星返回蓝金浩 我 我信躲不过 他们躲开了一个又一个的障碍 可是在乱糟糟的小行星带 总有意外的情况 哎哟 看来孩子们遇到麻烦了 咱们帮帮他们吧 等等 让他们自己解决 小宝贝 你们的爹可真严格 这里真是乱糟糟的 小小 不要这个了 小小 不要了 那不行 丢了多可惜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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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回去装信号器 哎 别扮图儿废啊 我还想给爸爸一个惊喜呢 信号器 对啊 这不是我们的任务吗 有办法啦 信号器启动 哥哥 我收到信号啦 你看 我计算出一条安全的通路 我计算出一条安全的通路 我们就可以躲开小行星回到蓝天号啦 小小 你可真棒 有了信号器的帮忙 一路上一路上 一路上再多的小行星都没有办法阻挡大雨和小小了 因为他们会提前知道这些土豆的位置 爸爸的期望实现了 孩子们找到了自己的解决办法 爸爸 巴德尔叔叔 你不看 你不看 你们真棒 是啊 不止找到了一块稀有的小行星 咱们还建立了一条新的通路 哈哈哈 就这样 原本乱糟糟糟的小行星带中 出现了一条安全的通路 之后大家又发现了更多更多的宝贝 在大航天时代 人类的足迹遍布太阳系 航天人开发出超能体 通过远程控制的第二身体 孩子们也能完全地探索宇宙 这就是航天双子星计划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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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735年我们就到了 这太慢了 最大突历 还剩579年 579年 其实事情是这样的 大鱼小小 无人飞船巫贼号需要你们的协助 啊 知道了 都交给我吧 还没听清任务的大鱼 就完成了连线 面对这个庞然大雾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啊 卫星扫描开启 附近有一个维修站 知道了 院士肯定是让我们把它推过去了 太阳系很大 用推的话就太久了 停 你们为什么要推我的任务目标 是院士让我们来的 小小 卫星型号超能体 大鱼 火箭型号超能体 奇怪 双子星成员 怎么连做任务的办法都不会呢 算了 还是看我的吧 微微安的超能体擅长修理 他找到了巫贼号故障的地方 并且完成了紧急处理 原来是能源操坏掉了 现在我换上紧急电源 这样就可以应急飞行了 姐姐你真棒 比起只知道推 我是厉害了那么一点点 你就随便修了修 他真的能飞吗 搭建临时控制器 临时控制器搭建完成 出发吧 巫贼号 哇 哇 好快啊 飞得挺快 任速度 我是不会输的 巫贼号 全力推进 哥哥 看来也不怎么快嘛 不和你比了 反正维修站也到了 轨道计算完毕 无人采矿飞船巫贼号 准备空间对接 收到信号 速度调整 不贼号后 请调整姿态 请调整姿态 飞行的时候 把紧急电源跑坏了 谁让你和我比速度的 现在怎么办 我也不希望出现这样的情况 维维维安 维维安现在觉得心里很难过 眼看可以完成的任务 却因为炫耀而产生了失误 大禹小小也觉得不开心 都怪他 这次任务要失败了 可是哥哥 要不是维维安帮忙 我们还要退五百多年呢 这么说也对 好吧 那我去帮帮他 双子星系统 再次连线 根据双子星系统 链子星 그랬 是看 Castle 你觉得我能帮上什么忙吗 你是认真的 当然 我们可都是航天双子型成员 我现在需要一块备用电池 它就在维修站 远速度的话 我可不会输给任何人 全速飞行的大雨可真快呀 不愧是火箭潮能体 转眼之间就追上了维修站 糟糕 行不下来了 还好有能量减速网 嘿 小家伙 陈叔叔 你们放弃了 没想到自己追上来了 我是来拿电池的 维维修已经联系过我了 核聚变电池就在这里 谢谢陈叔叔 准备出发 等等 你站到红圈的位置去 哦 这个速度真是太棒了 维修站的弹射器 让大雨的速度超出了他的预期 很快 他就回到了乌贼号 你怎么不减速就冲过来了 任务完成 接下来的工作 对于薇薇安而言 并不复杂 只见他熟练地替换了能量电池 乌贼号再次恢复了运行 你们配合得不错啊 等下来啦 想靠我 靠你推武吧 你 喂 难道靠你停电吗 乌贼号的任务完成了 不过 双子星之间的默契 还需要时间去磨合 在大航天时代 人类的足迹遍布太阳系 航天人开发出超能体 通过远程控制的第二身体 孩子们也能完全地探索宇宙 这就是航天双子星计划 今天大雨和小小来到祖卡的家里做客 祖卡给他们展示了一个宝贝 在火星的极地有一个矿洞 那里有一个晶莹剔透 无比璀璨的矿石 我爸就用这个矿石雕了一个雕塑 什么火星冰矿石 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吗 蓝薇薇 蓝悠悠 蓝莫莫 不不不 它本来是透明的 是晒了太阳才这样的 不信你们看 好重 哇 亮晶晶晶 果然很稀有 完了完了 我完蛋了 雕塑坏了 祖卡担心被爸爸发现 于是孩子们决定去火星矿洞 寻找新的冰矿石 超能连线 亮着连线开始 祖卡识别完顿 暗示识别完顿 小小识别完顿 小小识别完顿 拆了体起步 亮着连线完成 赶紧的赶紧的 嘿 等等 这里有一点黑啊 哥哥还是怕吗 谁说我怕了 我才不怕呢 好重啊 赶紧哥哥 你的肠龙体力气真大 当然了 原来冰矿石有这么多啊 嘿嘿 亮堂堂 舒服多了 我的冰矿石都融化了 卫星扫描 这都是冰 不是冰矿石 冰和冰矿石都一个样 那要我怎么挖呀 别着急啊 我帮你啊 我帮你啊 紫外现光扫描 哥哥你太亮了 哦 再来一次 这里有一块 太好了 福哥 我帮你啊 我帮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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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你怕黑 才不是呢 我在思考怎么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的方法 大鱼 真有你的 咱们用火焰把冰融化 不就可以了吗 对啊 我也是这么想的 有时候解决问题的灵感 就是这么突然 加热系统启动 有了办法 事情就变得容易多了 就焚烧就焚烧点我吧 采集成功 为了将火星的冰矿石 运回地球 孩子们招来了星际特快 特快冰单已接受 预计三十七个地球日后送达 我爸过两天就回来 来不及了 别急 你忘了我们是超能体了吗 对啊 我来组成火箭第一级 我来组成火箭第二级 我来组成第三级 准备 起飞 孩子们想到了新的办法 推着快递 加速前进 一级工作完毕 交给你了 大鱼 好 二级 启动 二级工作完毕 小小 最后交给我吧 速度越来越快的快递 比预计的时间 更快地抵达了地球 来了来了来了 您的快递已送达 航天快递已逃送完成 好会有期 太好了 爸爸回来了 大鱼小小 快想想办法 别慌别慌 我们借来了自动雕刻机 我也上台了扫描的照片 太够朋友了 放进去 雕刻机紧张地工作 爸爸离家越来越近了 好在最后时刻 雕塑完成了 怎么有股烧焦的味道 没事没事 爸爸欢迎回来 你们抬着狮子雕像干嘛 这个颜色不对呀 爸爸我错了 祖卡把事情告诉了爸爸 不过爸爸并没有生气 而是驾着车 载着孩子们 参观非洲美丽的大草原 你们看 那头就是我们救助过的狮子 冰矿石雕的狮子 就是它吗 是啊 我们用火星的石头 雕地球的动物 那是因为我们希望火星未来 也能像地球一样 这样地球在宇宙中 就不再那么孤单了 真希望这一天能够到来呀 是啊 孩子们 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在大航天时代 人类的足迹遍布太阳系 航天人开发出超能体 通过远程控制的第二身体 孩子们也能完全地探索宇宙 这就是航天双子星计划 非洲大草原很漂亮 小小在这里玩得很开心 小青青抓到了 好了 你快走吧 只是天气太热 有些口渴了 小小 接着 我只自动榨取机 我来了 真好喝 猴面包树 这可是我们的宝贝树 祖卡哥哥 可以给我一棵树吗 我想天天喝 这棵树我倒是可以给你 不过你有地方种吗 我 我家太小了 种不了 真的没有地方可以种了吗 等等 我记得在一个神奇的地方 也有一棵正要移植的猴面包树 什么神奇的地方 我好想去看看 要去那个地方呀 我们要使用超能体才行 好耶 超能连线 让你的连线开启 小小识别玩意 祖卡石铁王丁 超能体起动 电子灵线王丁 那个神奇的地方 就是天宫农场 在这里 人类为动物和植物们 安了一个新家 小小 你能关注猴面包树 在天宫农场的种植 真是很有研究精神呀 院士 其实我只是想喝果汁 小小 你可真是诚实啊 那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航天事业有很多成就 都是从小愿望开始的 原来小愿望这么重要啊 孩子们被院士肯定 干尽十足 他们努力地协助院士 很快 他们帮院士完成了猴面包树 在空间站上的移植工作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了 不知道猴面包树 现在怎么样了呢 不好了 不好了 九凯哥哥秃了 我 我没秃 是猴面包树秃了 小小 你给树浇水了吗 我浇了啊 没看见虫害呀 这样下去会哭死的 它会死吗 小小小小 奇怪 空间站的土壤和地球不一样 所以植物移栽过来 会有一个适应过程 土 那我从地球上运过来呗 别急别急 运输那么多土壤 这非常困难 运输土壤不行 那猴面包树怎么办 这个嘛 太好了 好什么呀 大家好 我这里有一套解决方案 大航天时代的实验室非常先进 擅长生物科学的爱童 合成了土壤需要的营养物质 然后再利用机械蚯蚓 开始改造土壤 加油吧 蚯蚓们 嗯 它们都在好好的工作呢 这片土地被改造完成了 成功了 猴面包树就这样慢慢地 恢复了生机 小小非常在意 这棵猴面包树 每天都来照顾 接着 它发芽了 结果了 小小收集了这些果子 送回了地球 收到 飞往地球 诶 小小 哇 是猴面包树的果子 祖卡 果汁鸡呢 爱童 你怎么也来了 好东西 当然要一起分享咯 果汁烧大 榨汁开始 果汁榨取完成 不愧是 不愧是空间站的果子 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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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我爷爷 熬的药都难喝 小小 看来我们失败了 可是 没关系 我用地球的果子 给你做果汁吧 放弃吧 放弃吧 这种果汁绝对没有救 看来 大家放弃了那棵 空间站上的 猴面包树 可是小小 却舍不得 小小 你怎么还在照顾它呀 哎呀 你就别管这棵苦果子树了 浪费时间 小小 你把它交给我就行了 我自己来 一天又一天 一天又一天 新的果子 比以前的大 看上去好像成熟了 不过这样子 又挺特别的 哼哼 我想试试 想想 这是什么 后面包树的果子啊 这 那有这么大 果汁机器人 快来 交给我把果汁放入 好大呀 果汁完成 太好喝了 我试试 我试试 真的很好喝呀 果汁太多 装服下了 我们看得太棒了 这果汁的口味和地球品种完全不一样 很好喝啊 这都是小小的功劳 我只是想喝果汁而已 小小的愿望实现了 大大的红面包树也能做出新的果子了 看来有些改变真的是从小小的愿望开始的 在大航天时代 人类的足迹遍布太阳系 航天人开发出超能体 通过远程控制的第二身体 孩子们也能完全地探索宇宙 这就是航天双子星计划 这是一个舒服的周末 妈妈买了好多瓜子 小小想吃 可是包不开 给 谢谢哥哥 真好吃 给你哥哥 大宇 小小 我遇到小偷了 这可怎么办呀 小偷 空间站里怎么会有小偷 你不是故事出看多了 迷糊了吧 没和你开玩笑 你看看我的葵花 难道小偷偷的是 瓜子 他们偷瓜子 这么好吃的瓜子不准他 哥哥 我们去抓小偷 超能连线 我过带她 带她 我上哪 我上这么说 你得要 我 toc 我上哪 都不会 我上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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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小偷 看我找到你 生命题扫描开启 扫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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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可以目标 目标显示 爱童姐姐你看 好像是某种鼠科的动物 原来小偷是他 坏蛋 跑不掉 气味追踪 你妹妹平时也这么认真吗 可能是因为瓜子太好吃了 孩子们跟着小小的气味追踪 在空间站里走啊走 找啊找 奇怪 她是怎么穿过这道密码门的呀 看到你了 别跑 你可没有我快 超能加速 抓到你了 如果你坦白罪行 我们会从轻处罚的 你这样拒捕 那我就不客气了 老鼠竟然会飞 出乎意料的情况 让追捕计划失败了 更糟糕的是 我的菜呀 好像搞砸了 我们搞砸了 对不起 爱童 那个 我们不是故意的 我知道 多怪那个飞老鼠 不过它是怎么来的呢 我查了下资料 应该是隔壁动物实验舱跑出来的 它叫五鼠 是一种可以滑形的动物 不管什么鼠 它好聪明啊 现在躲到了洞里 那怎么办呢 我来找找看 小小生命体扫描 我虽然能找到它 可是 它转到洞里去了 既然我们进不去 那就把它挖出来 别再搞破坏了 接下来 让我试试吧 超能连线 量子连线开启 使用者十不开启 爱童识别完毕 超能体取动 量子连线完成 连接完毕 是小蜜蜂 好可爱 空间站内部的结构非常复杂 小小这个时候提供了帮助 我扫描了这些地方 你可以试试 真是一个超级卫星 爱童的超能体 在复杂的管道中不停地搜寻 虽然得到小小的协助 可是要找到目标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找到了 找到了 抓到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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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呀 太有意思了 这种类型是我没见过的 是因为养料的问题 还是太空浮射 还是中离的原因 好神奇呀 爱童姐姐 爱童姐姐 别叫她了 她看到新植物又沉迷了 爱童沉迷于新的植物 就赶紧展开了研究 谢谢你们 这株奇异的向日葵 让爱童如获至宝 她尝试用科学方式 寻找其独特的原因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 结果会如何呢 大鱼 小小 这是我送给你们的礼物 瓜子 瓜子 小鼠废贼 小小 不用害怕她 别跑 你可不准在我家呼来 别怕别怕 她现在是我的小助手了 不信 你们尝尝这个 好吃 好吃 这就是我发现的 空间战瓜子一号 说起来 就是她窝里的那一株 谢谢你 没错 在大航天时代 人和动物 也是有很多种相处模式的 在大航天时代 人类的足迹遍布太阳系 航天人开发出超能体 通过远程控制的第二身体 孩子们也能完全地探索宇宙 这就是航天双子星计划 今天的月亮 可真远 是因为住在月球的姥姥 要回来了吗 是 是 我们去接老了吧 连武灵线 电子灵线开启 大米时别完毕 小小时别完毕 这就是月球的航天站啊 还不准一个航站楼 哥哥哥哥 你看是姥姥 我们给她一个惊喜 她怎么不见了 小家伙 你干嘛跟着我 姥姥 我们是来接你的 嘿嘿嘿嘿 我是霞霞 我是大宇 超能体让姥姥很惊讶 现在的孩子们 居然可以这样进入太空呢 那我们回家吧 宇宙飞船超越一切 虽然大宇想着超越一切 不过姥姥的飞船 看起来有点慢呢 转门飞下去 还要多久才能回家呀 大宇小小 不如我们来一场比赛吧 好啊 我的超能体 可是速度型号的 我也来 新的超能体 和老的飞船 到底谁更快呢 当然是我们的超能体 更快了 加速 姥姥是多久没回地球了 那我们今天 做一顿地球餐吧 哥哥 要是老老一个人迷路了 怎么办 说得也是 连影子都看不见了 不如我们会慢一点吧 大宇 是谁没影子了 还没全力加速呢 好像我也没有全力加速 不但这么玩的 看我的吧 百分之百 威力前进 老老老与孩子们势均力敌 分不出胜负 就在这个时候 警告 警告 即将抵达碎片处理战 请绕道 请绕道 碎片处理战状况太复杂 孩子们 我们绕我们去吧 转弯 绕道 想赢 就得超近路 给我来 嗯 问题是 路在哪呢 嗯 小小知道怎么通过 雷达小娘 路径规划 有了 有了小小的导航 孩子们在碎片处理战中 找出了一条路 大宇小小 姥姥还有多久到 经过计算 还有十分钟 我怎么没有看见她 因为我们把姥姥甩在身后了 你姥姥可是特级驾驶员 怎么可能输给你们呢 这是怎么了 我的定位也没有了 超能体重新连接 超能体重新连接 这是怎么了 大宇小小 你们怎么把超能体 扔到电子铁上去了 那还不是因为 他们飞到了太空垃圾处理厂 学姐 你怎么在这里啊 因为闯祸的两个小家伙 是我外孙 好了 我来解决问题 啊 有你我就放心了 姥姥 你和院士认识啊 我的妈妈 你们的姥姥 可是资深的航天员呢 危险 别过来 没关系 只要关闭发动机 它就不会吸我们了 因为这个系统对动力有反应 小小超能体 关闭动力 关闭动力 姥姥 我们不打开发动机 怎么飞出去呢 是啊 会被困在这里 那会不行 大雨别急 我自有办法 姥姥号的尾部 也展开了线圈 变成了一块电磁铁 哇 来吧 上船 来喽 我们回家吧 只要此其相同 一股赤力 就把姥姥的姥鱼号 推了出去 借着这股力量 他们踏上了返航的路程 妈 再不回来 我的饭都要凉了 哟 那我要加速了 我们一起来吧 好啊 我也想早点回家 回家了 好快的速度啊 孩子们和姥姥 一起驶向了前方 我回来了 姥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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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姥姥 姥姥喝水 小小真乖 姥姥吃饭 好 吃饭 我也要吃 我也要吃 乖乖 我们一起来吃 好 在大航天时代 人类的足迹遍布太阳系 航天人开发出超能体 通过远程控制的第二身体 孩子们也能完全地探索宇宙 这就是航天双子星计划 在大航天时代 就算在月球购物也很方便 所以快递会变得很多 在最繁忙的时候 大宇和祖卡会去帮忙送一些快递 你的快递到了 准时抵达 谢谢你们 真不错 真不错 让我看看 奖励你们一个月球快递徽章 限量版的哟 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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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剩一个了 给我 给我 没事 月球的重力只有地球的六分之一 所以这么大的箱子也没有问题的 虚惊异常 说起来这个快递一直没有送出去 要不你们谁先送到 徽章就给谁 好 祖卡 你说 先走一步喽 祖卡 你耍赖 这不是有地址吗 轻轻松松 我已经到了 地址明明是对的 可房子在哪呢 轮到我了 自信满满的大雨开始了任务 然而很快 她和祖卡一样陷入了迷茫 地址明明是对的 怎么空空荡荡的呀 嘿嘿嘿 怎么样怎么样 我送不到 你也送不到 怎么办呢 小小 小小 帮帮我 帮帮我 我请你吃冰激凌 啊 哇 哎 玉玉小苗 附近没有建筑 我就知道 可是 有个移动的东西 哼 让我找到了 等等我们 您的快递到了 嗯 嘿嘿嘿 哎哟 亏你们能找到我 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收到快递了 不用客气 可靠就是我的代名词 可恶 让你赢了 谢谢你啊 嘿嘿 小家伙 快递送错了 这是我邻居的 邻居 邻居在哪呢 他也是移动看探房车 三天前分开以后 就不知道去哪 啊 声表同情 本以为成功的任务 却失败了 月球荒野茫茫 这是要去哪里 找收件人呢 哎呀 果然月球和地球不一样啊 哥哥 冰激凌 哎 小小 要不然你帮哥哥 再扫描一次 冰激凌 好吧 给 小小没注意 冰激凌撒了一地 有了 样子连线开启 使用者识别开始 待你识别完毕 插完毕起动 骗子连线完成 在月球是没有风的 只要你留下印记 它就会一直一直地保存下来 只要追踪 只要追踪印记 就肯定能找到 宋太帝 怎么搞得跟侦探一样 祝你们好运 追寻着印记 孩子们找啊找 找到了一个矿凳 这里可真热呢 可这里全是智能工程机械 一个人都没看到 快闪开 快递 大雨和祖卡的闯入 扰乱了工程机械的路径 现在 他们遇到麻烦了 你力气我是不会输的 快走 谢了 机械全乱套了 是啊 我的被围在里面了 眼看大雨和祖卡 不知所措的时候 工程机械居然停下来了 小家伙 你在我的矿洞干嘛呢 送快递 这个好像真的是我的 本以为陷入危机的大雨 和祖卡突然就完成了任务 这真是山崇水赴 一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哇 一个人操控这么多矿车 哈哈哈哈 有人工智能的辅助 其实也没有那么困难 说起来能找到我 你们也真是厉害 所以这个就给你们做礼物了 这真是太好了 一个 两个 难道我记忆错乱了 对啊 你给了我们两个 我只有一个呀 这难道我生病了 我要去医院 我要去医院 等等 我不开玩笑的 哈哈哈哈 就这样 月球快递送到了 纪念品也拿到了 在大航天时代 人类的足迹遍布太阳系 航天人开发出超能体 通过远程控制的第二身体 孩子们也能完全地探索宇宙 这就是航天双子星计划 太阳系有一个叫小行星带的地方 这里 这里蕴藏着许多珍贵的宝藏 只是 在这里 有一颗小行星 显得异常的特别 异常的特别 因为 这是一颗被诅咒的小行星 凡是进去的采矿机器人 不知为什么 都再也没出来 不要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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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换个角度思考 采矿的机器人不断地进去 那说明里面肯定有很多的宝贝 嘿嘿 小小 我们去探险吧 嗯 嗯 嗯 亮子人线开启 大鱼时节完毕 小小时节完毕 叉 插门体启队 亮子人线完成 这真是扑面而来的 冒险机器啊 嗯 我怕 哎 小小 你可别瞎线呢 要是找到宝贝 那全都归我了 这颗小行星 被挖出了很多的通路 哦 正因为如此 它现在 像极了一个迷宫 气坏了 这里的地形 怎么这么复杂 还有好多 坏掉的灵部剑 嗯 这些矿都连在一起 像极了迷宫 小小又不在身边 这样下去 我什么也找不到 嗯 嗯 宝藏的气息 哦 哎 哦 哦 这些宝石都是我的了 哦 哎呀 喂 放开我 放开我 哦 心情啊 读乎完毕 哥哥 你怎么了 哥哥 哎呀 我被绑架了 你自己看吧 哇 好多宝石啊 难道说 它不是一个换机器人 它是来帮我找到这些宝石的 你好 你 你把它们都拆了 鱼巾收集 带动 牵挂 挖动肚子的宝石 住手 你不能伤害人类 鱼巾 挖动肚子的宝石 危险 大宇的超能体就要被拆掉了 这一下该怎么办呢 生气 生气 坏机器人快放了我哥哥 谁说小小胆小来着 为了哥哥 他可是很勇敢的 小小 哥哥快爬 从这里走 他把出口都堵死了 他把出口都堵死了 有办法了 接着 宝贵光石 不能丢失 全给你 宝贵光石 不能丢失 他怎么还在追我们 哥哥 他会一直追宝石的 我知道 可是冒着风险来一趟 不想空手而回啊 你看 只要飞得够快 它是抓不到我们的 飞得够快 也抓狗 这是怎么了 它要躲死路口 我们快走 超级加速 小小 我们成功了 小小 哥哥 我快 你让开 你快让开 宝石拿到了 可是妹妹丢了 到底谁更重要呢 当然是小小重要 坏家伙 宝石在这里 宝石搜集 快跟我来 宝石在这里 快跟我来 宝石搜集幻成 失去立足点的采矿机 漂浮在宇宙中 维修船及时赶到 制服了它 就这样 危机解除了 好险啊 哥哥 宝石还要吗 想要 不过你更重要啊 你看 这不是宝石 但是也可以做纪念品啊 大宝石丢了 只剩下小石头 即便如此 大宇和小小都觉得 彼此比宝石重要多了 在大航天时代 人类的足迹遍布太阳系 航天人开发出超能体 通过远程控制的第二身体 孩子们也能完全地探索宇宙 这就是航天双子星计划 春暖花开 生命孕育 妈妈带着孩子们去郊游了 妈妈找不到我 小小 小小 你在哪儿呢 妈妈 妈妈妈妈 你快来看 快来快来 你看你看 一窝蛋 看来它们被遗弃了 我要把它们孵出来 小小好在意这窝蛋 一天又一天过去了 孵化箱里孵出了一只又一只的小鹅 可是 这颗蛋没动静 是不是坏了 不会的 它一定能孵出来 带着蛋壮蛋壳出身 带着蛋壳出身 还把它穿在脚下 那我们就叫它步倒翁好了 它怎么看起来一副没力气的样子 它怎么看起来一副没力气的样子 多吃点就有力气了 来吧来吧 我有好多吃的 它真是腿部发育不良 光靠吃饭是不行的 不倒翁 你今后要怎么办呀 如果地球上走路费劲 那有没有什么地方走路不那么费劲呢 不费劲 那就是重力小的地方呗 要说重力小 天工农场可是一个好地方 一样的放弱性 是 quelqu'un有什么地方 有什么地方 Gas 欢迎来到无重力栽培空间 这里是无重力下培育植物的地方 这样这样 你看我 太好了 无重力环境就轻松多了 小心 放货了 小鹅并不适合在无重力环境生存 它们是没有办法控制运动轨迹的 在地球走不快 在空间站又待不住 要是有个地方 重力只有一半就好了 一半的重力 有啊 天工农场有专门调节重力的空间 那是给动物们散步用的 谢谢叔叔 大羽小小到了可调节重力空间的地方 在这里动物们可以在只有一半的重力下散步 重力设定在四点六 重力调节开启 感觉摔得好轻啊 那当然啦 这里重力只有地球的一半 我站起来了 快跟我学 跟我学 重力只有一半 那小鹅感受的重量也只有一半 现在它可以轻快地跑起来了 快看 大羽决定 一点点地追加重力 好让不倒翁变得越来越强壮 就这样 一天又一天过去了 不倒翁锻炼得越来越强壮 哥哥哥哥 我们把小鹅带回来吧 练到九点六 离地球重力还差零点二 那我去调办 不倒翁加油 很快你就可以回家了 我来陪你做最后的练习吧 不知为什么不倒翁觉得很累很累 这是因为最后的锻炼比较难吗 晓晓 你干了什么 你把重力调大了 零点 调成了二 它不会有事吧 看起来好糟糕啊 不倒翁 我们回地球 不练了 不练了 之前还能走 现在连路都不会走了 对不起 现在小鹅们该吃饭了 他跑起来了 他飞起来了 他刚才是不是练得太累了 想休息 一听到吃的 精神就来了 好厉害呀 不倒翁 你现在成了超级小鹅了 可调节的重力空间很棒 不倒翁很棒 小小也很棒 看来宇宙中的空间站能够帮助到更多的生命呢 在大航天时代 人类的足迹遍布太阳系 航天人开发出超能体 通过远程控制的第二身体 孩子们也能完全地探索宇宙 这就是航天双子星计划 今天是周末 小小正在双子星基地 学习太阳系的有关知识 在太阳系的远处有一颗土星 它带着漂亮的光环 小小 我在土星附近收到了一个奇怪的信号 信号像杂音 仔细一听 却又有规律 这是怎么回事呢 院士 我要去看看 嗯 超能连线 变得连线汉器 使用者识别汉水 小小识别完毕 超能体起动 变得连线完毕 这里怎么会有探测器呢 你还没有坏啊 休眠结束 需要维修 需要维修 维修 我知道找谁 小小找到了威威安 威威安答应帮助他 能修好他 不过我需要知道他的具体型号 那你是什么信号呢 我 我 我是 是什么 记忆错误 我是谁 你能告诉我我是谁吗 小小看着失去记忆的探测器 决定帮他寻找答案 原来我们发生了数不清的探测器啊 它到底是哪一颗呢 是哪一颗呢 哦 小小 你在看什么呢 这不是寻到九号吗 寻到九号 谢谢院士 我这就告诉维修安姐姐 哦 这颗探测器 它已经失去联系四十多年了呀 有了资料 威威安开始了精确的维修 电池更换 引擎线圈更换 破锁外壳修理 重启 开始 重启完毕 功能完好 你要去哪儿 寻到九号 目标 星辰大海 星辰大 海 会一直一直都飞下去吗 是的 我的目标是飞出太阳系 探索宇宙更深处 哇 那你飞得比我们更远 太酷了 我携带着人类的愿望 所以充满动力 那我陪你飞 华盖着人家 华盖寅 哈哈 好 嘿嘿 嘿嘿 哈哈 嘿嘿 喔 啊 哎呀 啊哎呀 我也没办法修了 这个探测器太呆了 早知道就不修它了 眼看修好的探测器 再一次陷入麻烦 这下该怎么办呢 晓晓 你还在啊 寻到九号不听话 快把自己装烂了 院士 你有什么办法吗 不听话的探测器 有了 给你它的控制密码 谢谢院士 我有办法了 寻到九号 你等等 请不要阻止我认识 我知道你不会听 所以 输入控制密码 强制制动 好了 现在你看上去听话多了 薇薇安姐姐 接下来怎么办呢 启动了它又会飞 不启动就成了太空垃圾 飘在这里了 是啊 不过老探测器 应该可以去博物馆 对吧 院士 寻到九号的确是个老探测器 迷失了四十多年再次寻货 放在我们的展厅 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 嗯 我觉得是个好主意 我同意 寻到九号 你呢 我不同意 啊 为什么 我的任务 是寻到小组的大家给我的 他们写在我的程序里 我必须执行 你的确是在执行人类的程序 可这都过去四十多年了呀 再过四十年 我也要飞 你真是个麻烦的家伙 我不麻烦 我希望完成大家的愿望 一直飞 飞出太阳系 飞向无限的深空 可你根本飞不远 飞吧 小小 你这是让它自毁吗 把我的能源 防摇雷达和推进器都给它呢 啊 理论上可行 不过 维维阿会照顾我的超能体 不是吗 那你没办法 好吧 我再帮你们一次 空间改造平台展开 航天器升级构建开始 我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能力 当然了 我们的科技 可比你们那个时候先进多了 谢谢你们 那我走了 嗯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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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际山空 我来了 从此以后很多年 寻到九号和小小都保持着联系 他们以后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 想知道的话以后再看吧 在大航天时代 人类的足迹遍布太阳系 航天人开发出超能体 通过远程控制的第二身体 孩子们也能完全地探索宇宙 这就是航天双子星计划 天工农场 天工农场 生产了许多优质的粮食 大宇和小小很好奇 它们是什么味道呢 嗯 刚好麦子熟了 来做面包吃 太好了 吃东西可不能用超能体 于是孩子们乘做熏铁 赶到了天工农场 要做面包的话 需要面粉 而面粉 要从小麦里来 可是小麦在哪呢 这就是啊 小麦不是球啊 这里与地球不同 因为没有重力 就没有上下 小麦就长成这样了 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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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子满天星 失重环境 麦子满飘非常危险 哦 要是吸到肺里 越可怕 为了安全 我把它们都收起来 我这 我这 嗯 看不见了 哎呦 哥哥 你这是帮大萌啊 看来在失重环境 收集小麦 不能用普通方法呀 所以我们需要 天工农场的专业设备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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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子收集成功 嗯 对了 我们是来吃面包的 那接下来 就该做面粉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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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将小麦 一粒粒的脱壳 哇 一粒一粒的好大呀 當然 天工农场的小麦 品质保障 嘿嘿 越说越饿了 那我们开始磨面吧 麵粉磨好了 不过要做面包的话 就需要加入酵母进行发酵 嗯 哼 刚好试试我的超级酵母 这样就能让面粉变得更加松软 好耶 泡泡面包 好耶 松松软软 我口水都流出来了 嘿嘿嘿嘿 这里就是天工厨房了 把面团放进料理机 孩子们都好期待自己做的面包啊 嗯 嗯 嗯 面团 自己跑出来了 啊 它变成怪物了 这才不是怪物 是因为酵母发酵太努力 让面团变得超级蓬松了 那我们就用一小块 先做一个面包吧 这次你要乖乖地变成面包哦 哇 好香啊 饿子了饿子了 谁把灯关了 哦 面团真的变成怪物了 还是大怪物 有趣我要研究研究 虽然蓬松但很结实 而且有黏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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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面包 现在不是面包的问题 是我们真的陷入大麻烦了 面团越来越大 这样下去 孩子们就被困住了 这该怎么办呢 好 漫肥人线开启 使用者神秘开始 大女神变化 大女神变化 哇 哇 大禹机智地启动了天宫中的超能体 快跑 啊 啊 把怪物关起来 好险啊 谁能想到一个面团 竟然变成了一个大怪物 多亏大雨灵机一动 才让大家脱离困境 嗯 面包没有了 小小好饿啊 我 我的超能体 哇 这个情况太有趣了 哈哈 哈哈 太同 虎你现在还能落得起来 可好 不行 这样面团就没了 面团没了 面包也没了 啊 好生气啊 啊 你 你看我干嘛 大雨你继续生气 我 为什么 你的超能体在升温 所以 你当我是 加热器 我的太空厨房可非常耐热 能当烤箱用 哇 能不能吃饭全看个个了 啊 好吧 超能体加热 谁能想到呢 被面团包裹的超能体烤熟了面团 好香啊 嗯 这个味道值得研究 研究什么呀 就是太好吃了 意料之外 孩子们做出了一个超级大面包房子 吃饱了 在这样的好心情中 天工农场看上去也变得更美味了 在大航天时代 人类的足迹遍布太阳系 航天人开发出超能体 通过远程控制的第二身体 孩子们也能完全地探索宇宙 这就是航天双子星计划 这是一个美丽的清晨 葳葳安正享受着滑雪的乐趣 这是谁乱扔的垃圾啊 可恶 啊 啊 动力系统怎么坏了 超能体开始自解 这次的金属线片 集中引进 动力系统失效 嗯 倒霉 啊 今天我是不是被垃圾给缠上了呀 啊 村长 我们收到了附近的求救信号 向目标靠拢 蓝金号 启动 这附近怎么多出一条太空垃圾带啊 发现了求救目标 是蓝金号 维维安别急 我们帮你脱离困境 机械地起步 请目标开启定位 定位器开启 嗯 目标图会完定 我被太空垃圾击中了 动力系统都坏了 那先把超能体从垃圾中分离出来 然后再做维修 分离作业开始 请你暂时离线 嗯 收到 蓝金号开始了救援 只是在这个太空垃圾带里 事情并不会一帆风顺 警告 警告 太空垃圾向我们靠近了 使用金属护盾 好险啊 这里不停的有垃圾飞过来 来 蓝金号的机械病 一只进行着防御 另一只则展开了维修 警告 警告 来了个大家伙 千军一发之际 蓝金号完成救援 紧急撤离 救生舱 里面有宇航员 跟上去 成功完成目标捕获 不过看上去情况很糟啊 出口被卡住了 只用机械病的话无法打开 需要展开太空行走 我去救人 船长 我会掩护你的 在垃圾袋中进行太空行走 蓝金号遇到了挑战啊 等了这么久了 怎么还没联系我 哦 怎么有种不好的预感 不等了 不等了 变得连线开启 蓝金号 维维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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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 自己再次连线的时候 眼前正在进行一场紧张的救援 这是怎么了 嘘 别让船长分心 啊 船门掐得很紧 这个时候需要自动牵牵顶 就差一点了 船长 我有工具 我有小型助力撬棍 正需要他 成功了 希望他没事 我扫描了他的生命体征 一切平稳 你真是一个好助手 虽然现在是损坏的状态 哈哈哈 回舱内 我修好你的超能体 什么飞过去了 雷达上没有显示 我 我被激动了 糟糕 机械臂不够长 我抓不到了 现在怎么办啊 别慌 看你旁边 还有一条机械臂 如果 有了 超能体 改造 一只手臂不够长 那就用两只 维维安 将自己的超能体 与蓝金号的机械臂 连接 这样 他们的距离 就变得更长了 真是危险 还好我的宇航服 没有被彻底击穿 这么小 如果速度够快 一粒沙子都会有巨大的威力 可怕 是啊 我的飞船 就是被一个鸡蛋大小的太空垃圾撞碎的 然后飞船分裂成了更多的太空垃圾 真是可怕 所以我决定现在展开一项新的任务 明白 为了宇宙航行的安全 蓝金号决定清理这一带的垃圾 至于维维安呢 他现在觉得 不论是地球还是宇宙 垃圾都要好好地收捡起来才行呢 在大航天时代 人类的足迹遍布太阳系 航天人开发出超能体 通过远程控制的第二身体 孩子们也能完全地探索宇宙 这就是航天双子星计划 哥哥 你说大航海时代有海盗 大航天时代也有海盗吗 我觉得 有 可是我没有见过 大鱼小小 我有一颗探测器突然消失了 丢了 难道是被海盗抢走了 海盗 这又不是电影 你们放心好了 那我去 坐标在水晶DF9901区 好 片子连线 片子连线开启 大鱼时节晚启 小鱼时节晚启 超能体起动 片子连线完成 在宇宙中搜索目标很难 孩子们能找到吗 这有什么难的 信号定位 这就是院士说的探测器 我们找到了 这是什么呀 这里是哪里 这是我的 哥哥 想想办法 哥哥 好黑啊 好黑啊 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哥哥哥 别怕 我们这是白天哪 对啊 吓我一跳 是谁把我们的探测器抢走了 不知道 难道是海盗 海盗 可恶 照明装置开启 有了光我就不怕了 咱们去把探测器夺回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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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这是氧器 嗯 哥哥 海盗船上不是有枪有炮吗 怎么这里全是植物和动物 搞不懂 或许这个海盗喜欢种地养鸡 看 那是我们的探测器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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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盗的机器人 嘿嘿 我们回去吧 进步 隔天进步 哥哥给我 这一次我不会松手了 小小小快走 海盗 海盗胆子也这么小 海盗在哪儿 你就是 哦 你们闯入了我的飞船 你们闯入了我的飞船 偷了我的东西 你们还是海盗吧 这个探测器是我们的 这个探测器 谁让我们小心 谁知道 谁知道呢 谁知道呢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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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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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免 接下来 交给我吧 速度同步锁定 救援机器人起飞 推进器全开 离开水星重力氛围 为什么你要帮我们呢 根据宇宙公约第一条 人类互相之间 必须提供最大程度的帮助 你 你不是海盗啊 我只是一艘普通的巡游飞船 对不起 是我们误会了 吉姆船长 对不起 我已经查看完星球识别码 这的确是积怨式的 你们拿回去吧 可是根据宇宙条例 你可以收下这个东西 第二十七条规定 确认所属的资产必须归还 谢谢吉姆船长 没想到你们真的把弹刺器找到了 本来以为遇到了海盗 谁知道遇到了一位好船长 看来你们今天过得很有趣啊 院士 我给你说说看啊 首先呢 我们 谁在说话 在浩瀚无垠的宇宙 人类只有相互的帮助 才能飞得更远 在大航天时代 人类的足迹遍布太阳系 航天人开发出超能体 通过远程控制的第二身体 孩子们也能完全地探索宇宙 这就是航天双子星计划 这样 然后再这样 大功告成 爸爸你看 真不错 我也有个东西给你看 哇 是真正的推进者号 够酷吧 好了 我要去工作了 爸 你装完货枪 是不是就可以休息了 嗯 是的 那我帮你 大雨爱爸爸 所以去帮他 不过 给超巨型货运飞船专货 看上去就像搭积木一样简单 然而实际操作起来 我推不动啊 看来我要使出全力了 你已经全开 大雨大雨 你怎么让超能体过载了呢 谁让我的推力不够呢 你等等 我有个东西要给你 考虑到超能体是小型航天机 为了让它功能更强大 我们设计了一些组件 比如这个 高推力搬运组件 我充满了力量 加装了高推力搬运组件的大雨 灵活地穿行在货箱中 让他的任务变得轻松起来 太棒了 不过我感觉只有手变强了 腿不够强啊 院士要不给我腿上也来一套组件吧 可我现在只做了手臂的组件啊 儿子 看来你得自己想办法了呀 好 说干就干 跟爸爸道别后 大雨开始自己想办法 卫文 你能帮我造一个组件吗 你不是有手臂组件了吗 我腿上也想要一套 难道说 超级机械师做不出来 你可别计较了我 这并不困难 只是我缺少了一个零件 矢量喷口控制器 原来是缺一个零件啊 这个零件去哪里找呢 维修基地珊瑚焦号 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 你运气不错 我有矢量喷口控制器 不过 我有个货物需要送到空间工程实验室 对了 要加急 收到 加急完成任务 这次送货的任务非常远 不知道大雨什么时候能送得到呢 都这么晚了 看来大雨没有找到零件啊 算了 不懂它了 我找到了 微微 你看 大雨 真有你的 大雨 剩下的就交给我了 微微alles的技术果然一级棒 在他专注的工作中 大宇的超能体完成了新组件的加装 现在他有一双超级强壮的腿了 完美 现在我可是又快又强了 等等 超能体加装两套组件 我无法保证它能顺畅运行 我对你有信心 出发 大宇式的自信 爸爸 我来帮你了 变墙后的大宇觉得一个箱子不够 他推了两个 这样是不是有点多了 不多不多 还能再加 果然组件越多越厉害 下次我是不是还可以再加装一些呢 糟糕 我就知道要出问题 所以我加装了一个应急处理装置 不会是超级工程师 让我重新连线吧 又快又强 这是怎么了 超能体无法承载那么多组件 所以我的解决办法就是 把组件都拆掉 那我岂不是没用了 如果一个人可以完成所有的任务 那还要团队做什么呢 大有大的力气 小有小的作用 是啊 个人不是万能的 所以需要团队 于是大宇充当小型的转向机 协助大家一起完成了任务 可惜 我的美梦破灭了 有组件的感觉真是好啊 是啊 加装组件的思路特别棒 如果我们使用的组件 不超过超能体的负载 雷安 我们小弟一样 如果专注使用一个组件 那超能体还是能承载的呀 哇 说起来我好期待呀 那我也想要一个 属于大家的专属组件 会是什么样呢 双子星的成员们都好期待呀 在大航天时代 人类的足迹遍布太阳系 航天人开发出超能体 通过远程控制的第二身体 孩子们也能完全地探索宇宙 这就是航天双子星计划 今天的天气真好 愿是双子星的孩子们 开视频会议 来评价一下大家的表现 爱童足卡最近不够活跃 我的眼睛比较多 我和我爸爸露营去了 这样啊 多做点感兴趣的事情挺好的 大鱼小小 你们一直很稳定 稳定 是表扬吗 是表扬 至于维维安嘛 给你特别大便 谢谢院士 凭什么呀 这是因为维维安他最近的 维维安通讯故障了 我去修一修 量子连线开始 使用者识别开始 识别完毕 检测开始 看来是天线故障了 原来地球上的信号上传到卫星 然后卫星作为桥梁 将大家的信息连接起来 这样即使不在一个地方 也可以相互通信了 这就是特别表扬维维安的原因 维维安姐姐真棒 我要是有她的工程超能铁 我也可以帮助大家的 好呀 我就把我的超能体权限 给你试试 真够朋友 量子连线开启 大鱼时别完毕 超能体体动 量子连线完成 谁有东西要修吗 要修吗 有有有 维维安 我需要你的帮忙 维维安不在 我是大鱼 大鱼 修卫星 你可以吗 有这个工程超能体 就放心交给我吧 原来 月球物流站的定位卫星出了问题 现在物流车都混乱了 乱糟糟的呀 大鱼 靠你了 赶快的 交给我吧 这就是定位卫星 自动检测 天线故障 姿态故障 自动检测真好用 那该怎么修呢 修理意见提供 不能自动修理啊 那我看看 这个 那个 这个 动力问题导致姿态问题 天线无法对焦目标 这是什么意思啊 大鱼 我忙不过来了 你那边怎么样啊 维克多 我正在想办法呢 你别想 拜托了 拜托了 我快被错误行星淹没了 这个 好像好一点了 这样吗 又乱了 好了好了 感觉快好了 再来一点点 恢复了 好耶 好耶 哥哥真棒 威威 你看我能办到吧 极致也是一种办法 不过这样的修理会有后患 什么后患 修好了就是修好了 对吧 维克多 一切正常 除了修理 我还想用改造组件 让你看看我的真本事 大鱼为了证明自己 也能做机械师 于是召唤了超级改造工程舱 将卫星进行了改造 这个好 这个也好 最棒的就是这个了 哥哥 这是什么呀 你看 我改造的卫星 强化了能源 天线 最重要的是 给它加了超大功率推进器 大功率推进器 问题是 卫星干嘛要飞这么快 飞得快不是挺酷的吗 就像我一样 你看 大鱼 定位又出问题了 这怎么会 定位卫星要在指定的位置才能工作 你让它飞出了工作范围 那我让它飞回去 这怎么了 控制器超出运行功率 故障 你别走 魏力太大了 我拉不住了 来 这下该怎么办呢 全线还给我 现在的月球快递中心 维克多的麻烦可大了 哎呦喂 这怎么办呢 大鱼 我修好了 好耶 没时间庆祝了 我快不行了 虽然修好了 可定位卫星不在工作的位置 那推它回去的任务 就交给我吧 围克多的麻烦 能解决吗 我快不行了 卫星抵达指定工作区 定位恢复 定位恢复 天哪 麻烦终于解决了 看来机械师真的不好当 是啊 虽然超能体功能丰富 但是需要相关的知识和经验才行 超能体虽然厉害 但是人更厉害 所以以后飞行的事情 都都交给我吧 我还以为你要沮丧一下呢 谁知道这么快就恢复了新星啊 是啊 我们各自做擅长的事情 配合起来也很棒 大鱼是自信 在大航天时代 人类的足迹遍布太阳系 航天人开发出超能体 通过远程控制的第二身体 孩子们也能完全地探索宇宙 这就是航天双子星计划 今天的天气真好 孩子们和妈妈一起回家 你看孩子们进行可乖了 爸爸你看 我帮妈妈搬快递 看我看我 我也来帮忙了 大鱼小小又长大了一些 爸爸好开心的 要是我的快递能安置到就好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爸爸需要的工作零件 不知怎么回事 迟迟没有送到 爸爸 我去帮你查查 我也去 我去帮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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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宙里送快递的距离 比地球上远很多很多 所以离爸爸最近的物流中转站 竟然在月球上 维克多 我是来找快递的 虽然我很想帮你们 不过 我现在四只手都忙不过来了 这是怎么了 星际购物搞促销呗 我这个小快递站都装不下了 爆仓了 那我们自己去找 说起来简单 找起来难 面对无数杂乱的包裹 说 要怎么找呢 哥哥 快递都有编号 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是啊 面对杂乱的快递 按编号分类之后 找起来就清晰多了 这是怎么了 整理 完毕了 孩子们 你们真是帮了我大忙了 你们不是来找快递的吗 怎么帮我整理了半天啊 大宇小小 大宇小小觉得 按照编号去整理快递 就一定能找到 可是所有快递都在 唯独没有他们的 奇怪了 我查查看啊 哎呦 孩子们坏消息 不知道为什么包裹还在飞船上 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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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乖 小小别急 快递我多等等就是了 可是多等等 爸爸回家的时间也要多等等了 那不行 我们去找货运飞船 超能体切换 从月球切换到A178去 超能体下线 切换连线地点 超能体连线 推进者号 全长三千米 是月球与火星之间的主力运货船 要在其中找到一件货物 简直是大海捞针 放心 不会让我的同事洛克引导你们的 谢谢你 维克多 孩子们 我刚才找到了你们想要的货物 太好了 请跟我来 虽然找到了货物 可是 不知道为什么 它卡在了这里 没事 我自己去取 等等 哥哥 我都不了了 这里有某种看不见的东西 是什么看不见的东西 改变照明光谱 启动紫外光扫描 原来是邻近的货物泄露了 这是饿肚子了吗 这么没精神 妈妈 我们很努力地在帮忙 好不容易找到了包裹 可是送不出去 是啊 不知道什么奇怪的东西 把我们给困住了 妈妈你看 你看 这不是强力透明凝胶吗 透明 黏黏的 还很强力 我的心都凉了 我的心也冰冰凉了 对付透明凝胶 如果冰冰凉 那也许就好了 有了 洛克 我要吹冷气 特别冷特别冷的那种 可是这里又不是冰箱 宇宙本身就是个大冰箱 只需要打开舱门 我懂了 你用过舱没有人的属性 然后打开舱门 降低温度 不耐寒的凝胶 就这样渐渐地被冻住了 是时候了 打碎失去年轻的凝胶 这真是个好办法 好了 取走你们的快递吧 谢谢你洛克 最近好离我爸爸好远 就算我们取到快递 飞过去也要好久 洛克 你想什么呢 还不快把压箱底的宝贝拿出来 压箱底的宝贝 这东西能量消耗特别大 一般不会使用 不过 今天是我们的工作失误 作为补偿 就特批使用吧 高能电磁弹射器 这是一种将电能 转化为动能的装置 当输入的电力足够大的时候 它可以让物体加速 到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步 加上宇宙中没有阻力 现在 它的速度简直难以形容啊 这样很快就可以收到了 爸爸爸爸你看到了吗 高能电磁快递 没想到我会收到一个急速快递 我也没想到 你们现在这么能干了 爸爸做完工 早点回家 好啊 大宇小小能帮妈妈 又能帮爸爸 这谁能想到呢 反正孩子们现在觉得 自己可了不起了 在大航天时代 人类的足迹遍布太阳系 航天人开发出超能体 通过远程控制的第二身体 孩子们也能完全地探索宇宙 这就是航天双子星计划 员师 员师 你怎么了 我一直在关注K9881B灰星 所以就放了个探测器上去 然后呢 然后他被沐星重力给捕获了 正在追降沐星 员师平时帮我们那么多 我们现在也该帮帮他 我同意 院士 我们决定帮你收回探测器 谢谢你们 但他离沐星太近了 很快就要撞击大气层了 那还等什么 院子人献开气 大午时别完毕 小小识别完毕 组卡识别完毕 超能体启动 样子人献完成 孩子们利用木星附近的超能体 很快就追上了目标 会兴吗 不就是块小舌头 怎么这么大呀 看来我们要登陆了 哥哥 我跟不上了 那你就留在远处支援我们 嗯 祖卡 我们上 走 追向木星的彗星 速度越来越快 不过大宇和祖卡的推力十足 追上了目标 同步完成 开始登陆 当超能体和彗星速度一致的时候 它们看起来就像静止了一样 祖卡 我们登陆成功了 这感觉太有趣了 像是踩在一个小星星上 可是探测器在哪呢 这么小的地方 怎么都找不到 看下面 原来就在眼皮底下 找到了 看测器捕获 我们是不 这是怎么了 不好了 快走 灰星怎么碎了 这是因为速度和重力 导致了灰星分离 好险哪 还好我们飞得快 可是探测器没有取回来 眼前一堆碎石 哪一个才是啊 不知道 不如我们分头行动吧 一人去一个 可是我们两个人 碎片五个 不够数啊 这怎么办啊 哥哥 那让我来找找吧 靠你了 就这样 小小打开了探测雷达 飞行速度好快 而且它们五个挨得好近 我找不到了 小小 试试这个 强化扫描组件 强化扫描 虽然小小没有去追逐目标 不过她在远处 把自己作为一个卫星 在这五块碎片中 太好了 发现了目标 太好了 在高温和阻力的情况下 会如何 会沉下去 如果速度够快 而且角度合适呢 会 打水漂 这颗彗星速度很快 坠落的角度也很合适 可它没有出现水面呀 气体可不是什么都没有 它的密度比真空大 是啊 虽然有些气体 它是透明的 不过高速撞击它时 情况就不一样了 机会来了 计算轨道 请找下一次弹跳的路径 路径锁定 我们只需要找准机会 在最高处推它一把 那还等什么呢 彗星抵达最高点 起来吧你 我来了 大功率硬轻 全功率启动 在孩子们默契的配合下 这块彗星脱离了 木星重力的捕获 又重新挑在了宇宙中 耶 我们成功了 哎呀 我没能源了 我 也是 哥哥和祖卡真棒 最后的事情 就让我来吧 就是这个 这是什么 真是漂亮的石头啊 作为奖励 等它运回来就送给你们吧 好 谢谢院士 孩子们 应该说谢谢的是我 谢谢你们 院士 不用谢 在大航天时代 人类的足迹遍布太阳系 航天人开发出超能体 通过远程控制的第二身体 孩子们也能完全地探索宇宙 这就是航天双子星计划 今天是周末 祖卡来找大宇一起玩 至于玩什么吗 你们滑 看谁滑得更快 出飞 看我的 我第一 怎么样怎么样 要不是我碰到了石头 你才赢不了呢 反正是我赢了 不服 小小到达重点 好开心 比赛名 小小 哥哥我要吃糖 好 我给你拿 是玉球糖 我也想吃 怎么只剩一粒了 比赛我赢了 我吃 等等 看我的 火星糖 要不咱们换个地方比 赢了的人把糖都拿走 行 电子连线开启 大宇时别完毕 小小时别完毕 浮卡时别完毕 超能品启动 电子连线完成 这一次去哪里比呢 天宫农场是个好地方 在这里比轮滑 应该会非常有趣 为了和地球比赛不同 我们选择双倍重力怎么样 双倍重力算什么 加三倍 旋转 旋转产生的灵芯力将大家往外甩 而加快旋转速度 孩子们就会觉得更重了 原来一百公斤的东西 现在有三百公斤了 我那么使劲 怎么才花一点 高中一下 拼的是力气 原本大宇觉得自己的超能体会更快 谁知道现在每一个动作都是那么费劲 反而祖卡的大功率超能体展示出了优势 将身后的对手越甩越远 祖卡 你等等我 追上你了 好 麻烦了 在高中力下上一个小波 也是天大的困难 这下怎么办呢 只要力量够就一定行 我也来 我追上了 锁定轮环 还能这样的 原来与其靠冲 锁定轮滑后 一步一步地慢慢走 在高中力的环境下 反而更有效率 哥哥 我第一 怎么会这样 我要吃了 一波还有一波高 比赛还没完呢 哎呀 这怎么办 这么高的波 光是看就累翻了 哥哥 我们能把中力调低一点点吗 同意 调整中力 空间站的旋转速度下降 这样离心力就变小了 现在空间站的重力 只有地球的六分之一了 然而新的问题是 在低重力下 滑行依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怎么老是打滑 现在感觉像是在月球 月球 有了 你们在学习月球上的航天员 我也要来 我跳得高 我跳得更高 我跳得又高又软 有趣 轮滑比赛变成了跳跃比赛 看来在不同的重力条件下 比赛的方式也会不同啊 怎么了 原来天空农场的重力范围是有限的 越靠近外围 重力越大 越靠近中心 重力越小 然后 小到没有重力 哥哥 我们脱离重力了 没事 我们回去就可以了 没有重力 有没有推进器 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又不不比赛了吧 我们飞回去 不行 我可一场都没赢呢 对 继续比 再比下去 我肯定赢 但是怎么比啊 是啊 怎么比呢 虽然很想赢 但是在宇宙中这么飘着 这还叫轮滑比赛吗 哥哥 我们飘过重心点了 怎么办 哥哥 越飘越远 如果我们继续飘的话 这是怎么回事呢 机会 原来穿过中心点 他们继续往前飘 会再次靠近重力舱 终于来了 抢了 三个冠军 两颗糖 这下怎么办呢 我帮你 我们把两颗糖变得更碎 这样就可以分着吃 虽然我不想分 但是谁让我们并列第一呢 拿来吧 哪那么多花呀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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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航天时代 人类的足迹遍布太阳系 航天人开发出超能体 通过远程控制的第二身体 孩子们也能完全地探索宇宙 这就是航天双子星计划 伴随着日出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哥哥哥哥 太阳都是从东边升起的吗 那当然了 太阳从东边升起 然后西边落下 这是常识 我觉得不一定 太阳系那么大 肯定有什么地方 太阳是从西边升起来的 在哪里呢 当着爱童的面 大雨打不上 这让她觉得挺不好意思的 打不上又怎么了 我自己去找 我一定能找到 太阳从西边升起的地方 好啊 那我们打赌 好 赢的人可以满足对方的愿望 一眼圆为妙 量子连线开启 大雨识别完毕 小小识别完毕 超龙体启动 这样子连线完成 为了寻找太阳从西边升起的证据 大雨决定去月球看看 大雨决定去月球看看 虽然到了月球 可是月球的西边在哪呢 这边 这边 还是这边 整个地球不一样啊 这个交给小小的 根据地球的旋转方向 可以想出月球的东边 在这边 太阳还是从东边升起来了 那明天我们换个地方再看看吧 第二天 天还没亮 大雨兴匆匆地就起床 叫上了小小 超能连线 这一次他们的连线地点从月球换到了火星 在哪看日出呢 哥哥 你看 这么高的山脉 我们去山顶看看 这里的视角真不错 太阳升起来了 我看看 还是东边 小小 来不及了 我们快点 大雨小小迫不及待地 从火星换到了木星 在木星的一颗卫星 他们目睹了日出 太阳升起来了 但是 还是在东边 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小小觉得 有点没兴趣了 今天 我们还要继续去 哥哥 我们不找了吧 不行不行 我还不想放弃 大雨小小最近连线的次数有点多呀 小小 嗨 院士 我在这呢 我说 你们两个的超能体 最近怎么这么忙啊 是因为我哥哥在太阳系里找太阳呢 找太阳 不不不 不对 是在找从西边升起来的太阳 我可以帮你们呢 院士院士 快告诉我 哪的太阳从西边升起 直接说都没意思啊 快过来 看你们能不能发现了 太阳系模型 好 现在让你们先做一个有意思的游戏 小小 现在是太阳 大雨就模拟其他的星星 围着小小转圈 大雨 你现在是地球了 地球绕太阳转的时候 自己是游西小冬转 好 转呀转 转呀转 有点冰 我好晕啊 好晕 我不晕 发现了吗 太阳在中间不动 你围着它转 就会出现 太阳从东升起的状态 哦 原来太阳从哪儿升起 要取决于行星自己的旋转方向 哎 哎 它怎么是反着转的呀 哦 哦 有了 天王星和地球的旋转方向不一样 那太阳在那儿就一定是从西边升起的了 大雨是对的吗 她觉得自己赢定了 于是叫了爱童做见证 啊 哎 太阳呢 东边西边都没有太阳呀 啊 承认输掉吧大雨 我 先让你满足我一个愿望 哎 等等 你去哪儿啊 哎 大雨决定绕着天王星飞行 去寻找太阳升起的地方 真奇怪 天王星的太阳明明应该牺牲东落 为什么 我却看不见呢 不对 现在看起来 大雨 有问题 什么问题 明明是我赢了 天王星就没有太阳升起 不对不对 你看 大雨就在太阳系的地图里 为了证明 把你的光年眼镜借我用用 好啊 我很好奇你能证明什么 大雨的猜想没有错 由于天王星离太阳实在太远了 所以看上去非常的小 看 那个发光的小亮点就是太阳 原来如此 太阳在天王星确实是从西边升起 怎么样 我赢了吧 赞你赢了 那我的光年眼镜就送你了 好 大雨不光是争论 而且还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自己的观点 这样的大雨可真棒 在大航天时代 人类的足迹遍布太阳系 航天人开发出超能体 通过远程控制的第二身体 孩子们也能完全地探索宇宙 这就是航天双子星计划 月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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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帮帮帮 排队 你们怎么了 月师 你看 我的火星轨道超能体坏了 我的月师 一个脸坏了 一个维修手臂没了 需要修好呢 都需要一种金属 我知道 切的是音 音 音乐吗 我给大家唱一曲 你想多了 金属音是超能体所用的必须材料 可是在地球上非常稀有 好在大航天时代可以去小行星带采集它 懂了 我去采集 先到先得 超能连线 你急什么呀 嗯 燕子银线开启 微微识别完毕 大雨识别完毕 超能识取动 燕子银线完成 好多矿石啊 这个 这个大 好了 我就拿这个 我就拿这个了 微微 你在干什么呢 看我 已经拿了这么多了 要帮忙吗 但是说好了 回去我先修 谢了 不用 你不是看上这块了吗 这块含量没有这么高 算了 什么是含量啊 比如你妈妈炒菜咸了 说明盐的含量就高了 淡了 就是盐的含量低 什么放盐炒菜啊 反正矿石越大 东西就越多 嗯 随便你喽 哦 货运飞船河豚 嘿嘿 大臣姐姐 等等我 大臣姐姐 我需要你的帮助 我们采集了很多银矿石 想送到修理站 可以借用你的河腾号吗 这不是双子星的大雨吗 多亏了你上次的帮忙 这次让我帮你吧 谢谢大臣姐了 不用谢 舱门打开了 把矿石放进来吧 嗯 好少哟 看我的 嘿嘿嘿 是不是比你的大 是不是比你的大 嗯 是很大 不过嘛 你觉得能撞进去吗 怎么会这个样子啊 所以我才说含量很重要嘛 河豚号是一艘小型货运飞船 此时它的货舱已经满了 大臣姐 你有什么办法吗 我想想 嗯 这里是小行星带的矿区 因此附近有金链飞船 我可以调集过来帮帮忙 好嘞 嘿嘿嘿 在大航天时代 许多飞行器既是飞船 又是工厂 如果我们发出指令 它们总能出现在需要它们的地方 太好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石头变成金属了 嘿嘿嘿 微微 让我先来 拜托了 因为我的比较大 好吧 大雨的矿石虽然很大 但是含量不高 结果需要的时间 嘿嘿 啊 要这么久 孩子们 还有十分钟我就要出发了 微微 你有什么办法 让金链飞快一点吗 让我想想办法 嗯 如果有额外的能源 它可以加速工作 能源 哎 用我的吧 嗯 好 孩子们开始了合作 让精炼的速度大大提升 耶 然而 好 收到了 好 收到了 抱歉孩子们 我得先走了 你们等下一班飞船吧 啊 啊 河豚号飞走了 大雨和微微安 觉得好着急呀 微微安 要是你的加速再好一点 就来得及了 这可不怪我 如果只精炼我的高纯度矿石 早就完成了 你 你这是什么表情 我不是显示器坏了吗 现在我可不开心 怎么吵起来了 你们是不是忘了 宇宙中提纯的地方可不止一个哟 对啊 带上好提纯的金属 然后再把没有提纯的矿石拿走 这样就不占地方了 提纯出来只有这么一点点 加上我的矿石 我们应该能追上大神节 看我的超级加速 我没能源了 我还有能源 要不我们的超能体组合吧 一起飞过去 嗯 好 就这样孩子们找到了办法 原本的争执变成了合作 他们追呀追追上了河豚号 而河豚号的目标正巧是维修站 就这样他们一起飞呀飞 来到了维修站 一千八 一千九 一千九百九十七 九十八 辛辛苦苦这么久 还差两颗呀 你别动 嗯 齐了 最后的两颗在大雨的超能体缝隙中找到 就这样他们的超能体完成了维修 耶 航天 在大航天时代 人类的足迹遍布太阳系 航天人开发出超能体 通过远程控制的第二身体 孩子们也能完全的探索宇宙 这就是航天双子星计划 在太阳系里 有一个叫做水星的行星 那里的阳光可是十分的充足 真亮啊 正是因为阳光充足 我们才在这里设置了植物研究站 花花草草好无聊 我可以换一个任务吗 不行 警告 警告 水是水星漏水 自动检测开启 检测开启 检测完成 漏水百分之八十 意外的泄漏 让水所剩无几 而最近的补给 离这里很远呢 那猪都哭死了 这有什么 水星水星肯定到处都是水 我们去找水吧 呼呼呼 呼呼 警告 警告 温度过高 这里有四百多度啊 不应该啊 水星不是到处都有水吗 水星都融化了 这下怎么办啊 实验室的AI机器人为了帮助人类来到了大雨小小的身边 来的正好 小水湖 我们出发吧 小水湖 好好的 飞了这么久 找到水了吗 一点都没有 我都扫描了十八次了 根据我的数量 水星不可能有水 那你来干什么 那你来干什么 就算不成功 我也一直不协助人类的 那你有什么建议吗 虽然我觉得没用 可是可以在高轨道进行扫描 我来我来 卫星连接 小小连接到了高轨道的卫星 对水星展开了一个全面的扫描 高轨道扫描启动 怎么样怎么样 没有水 一点点都没有 怎么会这样 不过 哥哥你看 水星的极地有反光 极地的温度低 那反光一定是冰了 小小 你太棒了 呦呼 呦呼 三 大禹小小来到了极地 这里的光线没有那么亮了 这个 亮晶晶子一定就是冰了 提醒 现在气温是二次的 二百三十五摄氏度 反光物质是陨石撞击产生的玻璃质石壳 不是冰 嗯 明明长得很像啊 都怪水星离太阳太近了 就连极地温度低的地方也是那么热 不过 当太阳离开的时候 水星又是另外一副模样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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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肠脑体 怎么冻得僵硬了 白天四百二十七度 晚上零下一百七十度 双子星的成员们 水星是没有水的 找来找去都找不到 难道水星真的没有水 那我的花花不就哭死了 嗯 返航吧孩子们 你们已经很努力了 可是我还不想放弃 警报 警报 温度极限 温度极限 难道一丁点希望都没有了吗 嗯 也不是不可能 只是概率太小了 嗯 那是什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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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倒霉 怎么遇上彗星了 不一定 或许你们是真幸运 为什么啊 答案得你们自己去看看了 好的 就可以看没有特别久的 骗子头回都要到底 是里面上它的刺客 有一格小征连元闢 双子头向门里 看它的 imports 猫猫猫猫猫猫猫渣 明天堂要就像个人跟我一样 就是现在看 роз rapt 陨石坑在这里 这是什么地方啊 哥哥 你看 这里的温度不高也不低 难怪警报停止了 扫描还显示 附近有水分子 在哪儿 在哪儿 就在这个陨石里 可是陨石我们带不回去啊 交给我吧 开机样本 提取水分子 水分子提取完毕 我还可以提取更多 小水狐 你不是一直想放弃吗 我不会放弃或者坚持 我只是想帮助人类 蠕虫形态 既然找到了水 就轮到我努力了 小水狐吞下了更多的土 将里面的水分子提取出来 这样慢慢的 他的肚子里就装了好多的水 水渊收集完毕 不过能量耗尽 没关系 接下来交给我们了 火箭超能体启动 我们回去咯 大鱼拖着小水壶 回到了实验室 大鱼 你不是对花花草草没兴趣吗 是没什么兴趣 不过辛苦找来的水 我可不想浪费 其实我的浇水效率更高 不管 我就是要自己浇 我也来 我也来 水星如此灼热又冷酷 可是孩子们的努力却获得了回报 现在实验舱的植物们都不口渴了 在大航天时代 人类的足迹遍布太阳系 航天人开发出超能体 通过远程控制的第二身体 孩子们也能完全地探索宇宙 这就是航天双子星计划 最近小小对卫星很感兴趣 不过能让孩子们玩的卫星真的存在吗 薇薇 你能找到什么办法吗 小小 你真会找事情 有了 去垃圾场 去垃圾场 垃圾场 真的能找到卫星吗 去看看就知道了 变得连线开启 WBI实践完毕 在宇宙中飘浮着大型垃圾回收站 现在薇薇安和小小探索着这个地方 寻找一些被遗忘的智能卫星 这是什么呀 小小 小小 我没事 我怎么撞起来了 控制不住了 好晕啊 刚才的放电让你的稳定器坏了 我们要找一个替换的才行 那我回基地去 不用 这里就有 垃圾场里不是只有垃圾吗 其实也能找到其他的宝贝 好了 不乱抓了 看来空间陀螺仪也坏了 天花板变出地板了 微微安开始搜索下一个零件 可是这次运气就没有那么好了 没用 没用 还是没用 一颗废弃的卫星 刚好有空间陀螺仪 採探 採探 瓜延 这个颗废变 抹探 好了 那就都拆吧 不要 不要 别怕 别怕 我们不拆你们了 对吧 微微安姐姐 可是 他们有你需要的零件了 可我觉得 他们不是垃圾 对对对 我们还有用 是 我们可以帮你找零件 红蓝两颗卫星说到做到 它们组合在一起展开了扫描 真的找到了小小需要的零件 小蓝蓝 小红红 你们真棒 当然了 我可是这个垃圾场最厉害的卫星 明明最厉害的是我 没我 你什么都做不到 你才是什么都做不到 解散 解散 我们解散 不合你一起了 解散就解散 不要打架 小小 不要打架 小小 好不容易修好的超能体又坏了 我不是故意的 我 我也不是 小小 大家 不要 不管怎么说 我都要把你们拆了 拆吧 先拆我 那我来了 等等 不要拆它们 不要 小小 我们想去修好你 我没事 我相信你们 红蓝卫星看着失去信号的小小 心里觉得好难受 于是它们决定合作 寻找修好小小的零件 智能卫星战机号组合 我们搜到了很多信号源 分析一下 好 有五个信号有用 其他都是假的 还不够 扩大搜索范围 加大公寓 你们这样会过热的 你们这样会过热的 数据接收完毕 辛苦你们了 维维安得到两级号传来的数据 利用这些定位 他找到了零件 借助他们 修好了小小的超能体 我回来了 你活过来了 我一直过得挺好呀 你们怎么冒烟了 没关系 他们为了找零件 超赛了 那我也可以帮忙呀 开启全面早苗 所有的零件 我都知道在哪了 小小 你原来这么厉害啊 我们可是双子星的成员 顺带帮你们升个级好了 维维安 你也是这么厉害啊 太谢谢你们了 维维安和小小 在宇宙里又多了两个朋友 还是很会找零件的朋友 在大航天时代 人类的足迹遍布太阳系 航天人开发出超能体 通过远程控制的第二身体 孩子们也能完全地探索宇宙 这就是航天双子星计划 今晚二十二十五十五分 哇 夜空中美丽的火花 我好想看 然后和我的好朋友们一起看 今天天气很好 孩子们在小区的空地里 等着流星雨的到来 哇 哥哥 你在干嘛呢 我看到流星划过去 我在许愿呢 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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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错过它了 没关系 流星雨的话 还是会有的 那我们等着看 是啊 流星雨是会有的 会持续一段时间的天文现象 不过 它不是真的雨 想要看到它 是需要耐心的 小小 哎呀 又错过了 看流星雨好难啊 有了 我倒是有个简单的办法 什么办法 我们去天上看 超能连线 让它连线开启 大米识别完毕 小小识别完毕 超能提起暗 让它连线滑车 在大航天时代 孩子们可不止有一种办法 可以看到流星雨 微星定位开启 流星锁定开始 目标锁定完毕 火箭超能提 马力全开 大雨背着小小 开心地飞向了流星雨来的方向 追着追着 它们看到了燃烧的流星 这真是好看 让我看看 让我看看 好啊 看这里也有 这里也有 可是 我什么也看不见呢 是啊 你们没有超能体 确实没办法看到 我们看不到啊 我也看不到 不看了 嗯 嗯 哼 我也不看了 嗯 哥哥 现在怎么办啊 不能分享的超能体 也不完全是好事啊 最后一颗流星划过天际 狮子座流星雨 结束了 嗯 孩子们 流星雨看得怎么样了 我们看到了 可是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因为只有我们看到了 军军和圆圆没有看到 原来是这样啊 那你们准备怎么办呢 我在想 要是他们也能看到就好了 是啊 可是 流星雨已经结束了呀 呃 除非 有新的流星划过天空 嗯 那还不简单 我们的超能体就在天上啊 对啊 我们可以自己制造流星雨 好 说干就干 想和小伙伴们分享的大雨小小 会做出怎样的流星雨呢 哥哥 我们要用什么来做流星呢 那还不简单 我们自己冲下去也不就完了吗 哦 说的对呀 我们的超能体冲向地球也能变成流星 对啊 我们试试吧 好 呦呼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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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怎么了 哥哥 我们好热呀 好热呀 原来在大气层中飞行 由于空气的摩擦 孩子们的超能体会发热 嗯 嗯 不行了 我们的超能体受不了这么大的热量 嗯 流星是外来物体摩擦大气层燃烧产生了火花 是我们的超能体无法承受这种高温的燃烧 这下怎么办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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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你看 流星流星 嗯 那不是流星 那是一颗彗星 哦 这个没有流星飞得快啊 飞得快 嗯 对了 如果我们飞得足够快 那我们的尾焰拖起来和流星是很像的 好啊 那我们就这么办 嗯 俊俊 燃燃 哦 小小 什么事 你们看天上 流星要来了 真的吗 反正我们也看不到 这 就是 没有超能体我们看不到 不会的 看那边 哦 真的吗 好漂亮 哇 真的好漂亮 此时此刻 大羽和小小的超能体 在空中高速飞行 画出美丽的图案 哦 真好看 哈哈 哇 真好看 哇 真好看 哇 真好看 是吧 是吧 嘣嘣嘣嘣 这些什么呢 这些什么呢 真漂亮 我们来了 谢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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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的 还有更厉害的表演 虽然错过了流星雨 但是孩子们的努力让他们找到了新的快乐 属于大家的快乐 在大航天时代 人类的足迹遍布太阳系 航天人开发出超能体 通过远程控制的第二身体 孩子们也能完全地探索宇宙 这就是航天双子星计划 从太阳出发 离地球更远的行星叫火星 这里是一个值得探索的地方 可是它偶尔会 火星风风 里面有绿树 外面光秃秃 让我进去 别跳 你在破坏能量脚 火星风暴要来了 我要躲一躲 身份识别 有人类操控 需要保护 你好厉害啊 当然 利用能量场挡住大风 这里就是火星长城 火星长城 是的 用来抵御火星风暴的地方 风暴越来越激烈了 我得去巡逻了 对了对了 我叫小小 你叫什么呢 我 我是小火 能量不够了 需要启动手动充能装置 充能中 能量强化中 需要持续充能 一些必受损 自我检测 我来帮你 我来帮你 不好了 小小 不好了 不好了 哥哥 我需要帮忙 好 我这就来 量子连线卡器 使用者随便感受 大女时别晚饭 超级起 超级起动 变成年限完成 大宇唤醒火星附近的超能体 接着奋力地飞向了小小 他真的可以及时赶到吗 旁边的火星长城出现了漏洞 我得赶快去抢修 小火 你要小心啊 增加火星附近的超能体 前往事故地点 前往事故地点 增加浮周 前往事故地点 增加浮周 前往事故地点 小伙 我来帮你 手动充电开始 充电线故障 糟糕 碎石哥碰了电来 能量枪失效 能量枪失效 好大的风啊 我站不住了 哥哥 风这么大 过不去啊 站着不行 我就趴着过去 这样阻力更小 小火和大雨顶着大风 爬到充电砖之前 可是 应急电源迟迟 能源的话 用我的可以吗 扫描 未知能源 无法使用 来不及了 先用吧 反向充电 成功了 成功了 谢谢你的支援 现在和我家一样舒服了 你的家没有这种风暴吗 是啊 给你看 全息投影启动 好漂亮 真希望未来的火星也能和地球一样 你这么努力 以后火星会变得漂亮起来的 这是怎么了 能源不兼容 断路 断路 开启维修 报错 报错 谁也没料到 事情竟然会变成这样 这段火星长城要失效了 赶紧撤离 手动维护状态 小火 你怎么不走 我要掩抵护你们撤离 快走 这都怪我 我要留下来陪你 大雨固执不走 小小却失去了控制一样 火星长城的破洞越来越大 现在该怎么办呢 你们快走吧 你们必须走了 我们不走 人类太固执 会陷入危险的 不是固执 哎呀 我解释不清了 你自己看 我们来了 看我 维修 就交给我吧 我们也来了 大家都来了 小小 这是你干的吗 嗯 我刚才联系大家 给他们指了路 我还以为你吓晕了呢 我才不是蛋小鬼 大家齐心协力 修好了火星长城 风渐渐地停了下来 长城内恢复了平静 真舒服 小伙 你说我以后长大了 真正来这里 怎么样 小小 那我会一直等着你的 还有我 还有我 嘿嘿嘿 哈哈哈 大航天时代 人类的足迹遍布太阳系 航天人开发出超能体 通过远程控制的第二身体 孩子们也能完全地探索宇宙 这就是航天双子星计划 暑假到了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 大雨小小在海边游泳 哥哥 我也来 我也来 突然 他们收到一个求助信号 我还想再游会儿游泳 你们可以来我这里游泳 地球以外也有海洋吗 当然 想来看看吗 小 超能远线 超能远线 小小小 超能远线 太阳光明媚了 他们前往的目标 是围绕着木星旋转的卫星 木卫二 无论是远看还是近看 它都像一颗雪球 不过 在冰层的下面 真的有海洋啊 欢迎来到木卫二的水下基地 它们看起来和地球的鱼有些不一样啊 在这里我们挑选了一些鱼进行试验 希望它们能逐步适应这里的环境 可是水箱破了 它们在木卫二的海里是无法生存下去的 我明白了 生命体扫描 水姐姐 你看 我扫描了附近的生命信号 我也明白了 让我去抓鱼吧 可 可是我不会游泳 放心 我给你们的超能体准备了水下组件 太棒了 孩子们带着水姐姐前往木标 经过搜索 很快它们就找到了 小鱼小鱼 我找到小鱼了 我也来帮忙 任务完成 没有完成 我又发现了生物信号 在哪儿呢 在哪儿呢 我怎么没有看到啊 其实这是我找你们帮忙的真正名秘 我怀疑 雨进入了这些水下原洞 可是我的潜水艇进不去 黑漆漆的 什么也看不见 这是怎么了 小小鱼 突如其来的心意 让大鱼小小 进入了这个复杂的水下移工 小小 你在哪儿啊 小小 你在哪儿 我在这里啊 暖暖的 你看还有好多鱼 你是不是眼花了 这个洞的四周都是黑漆漆的呀 哥哥 我给你导航 好 顺着妹妹的导航 大鱼很快地找到了目标 不过 这里怎么这么亮呢 谁也没想到 在木卫二的海下溶洞里 地下火山喷着热气 而洞地里长着奇妙的发光细菌 试验鱼在这里 获得了一个小小的生存空间 孩子们 你们太棒了 这个水下溶洞 可真是一个奇妙的大发现呢 不过 哥哥你看 熔路要门发了 你们快走 那我来管鱼 这边 这边 鱼儿鱼儿 跟我走 大鱼和小小默契地配合 将鱼儿们赶出了溶洞 顺着来时的路 他们找到了洞口 一股寒流横穿洞口 鱼儿们都冻僵了 小小 让他们进来 再可遗难 再可遗难 装不下了 可是动力会有其他的鱼啊 外边冷 里面热 鱼在中间 大鱼在溶洞中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哎呀 不管了 先挡住水流吧 哎呀 不行 水流太大了 看来没有时间往返了 情况越来越危急 难道真的没有办法了吗 他们怎么没有晕 因为洞里的是暖流 暖流 如果它可以连到实验室就好了 你这么一说 啊 之前冲坏我们实验室的水流就是它 呃 如果是这样 那我们能不能借着它飞回去 让我看看吧 走入路径分析 行行路径预测 我找到了 在这里 各就各位 预备 出发 海里喷出的暖流好强啊 大家一起顺着它冲了上去 就这样 它们顺利地回到了实验室 我们成功了 大雨小小成功地帮助了水姐姐 更有趣的是 它们在地球以外的海洋游了游 现在它们该回地球了 我怎么游不快了 哥哥 我连游泳都不会了 我们回地球 我们下期再见